第三個對我們人類我認為現在應用最多的是所謂的低溫 或者叫所謂冷電漿 我們認為電漿是未來人類100年裡面四個最重要科技之一 這個其實很多都是要靠Plasma製程才有辦法很有效力的達到 原來不能做到的東西你透過電漿這個技術你可以把它做到 我們來試試看 裡面所有的chip都是靠半導體製程 半導體製程現在60%都是靠電漿製程 我們來試試看